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股市的心理测试 二、熊市的冬年日记 三、牛市的集体狂欢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股市的心理测试 当然,股市是一个充满了波动、激情和不确定性的地方 它不仅考验投资者的财务智慧 更是一场对心理承受力的极限测试 那么,如果股市是一场心理测试 它可能会包含哪些有趣的题目呢?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一、耐心的考验 题目 如果你购买的股票在一周内下跌了5% 你会 A、一、立即卖出 避免更大的损失 B、保持冷静 继续持有 C、趁低价买入更多 B、关闭电脑 去野外露营一周 解析 这个问题考验的是投资者的耐心和对市场波动的理解 A、选项可能意味着你的心理承受力较弱 D、选项则表明你可能更适合享受自然而非股市的起伏 2、贪婪与恐惧 题目 当你听说一只股票因为某个热门消息而大涨时 你的第一反应是 A、立刻买入 怕错过机会 B、仔细研究消息的真实性 再做决定 C、观望市场反应 等待更好的入场时机 D、打开冰箱 找点零食 因为你知道这可能只是市场的又一场戏剧 解析 这个问题考验的是投资者对市场消息的反应和自我控制能力 A、选项可能显示出你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 而D、选项则透露出你对市场的波动持有一种淡定的态度 3、风险管理 题目 如果你的投资组合中有一只股票突然大跌 占你总投资的50% 你会 A、全部卖出 以免损失扩大 B、分析原因 如果基本面没问题 继续持有 C、把它当作打折的机会增加持股 B、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在股市中保持心态平和的书 解析 这个问题考验的是投资者在面对重大损失时的风险管理能力 C选项可能表明你是一个乐观的投资者 而D选项则显示你可能已经超越了股市的得失 准备将经验转化为智慧 4、长期投资还是短期交易 题目 你更倾向于 A、进行快速交易 利用市场的每一次波动 B、选择优质股票 长期持有 C、旨在特定的经济周期投资 D、投资于你自己的教育 因为知识是最好的投资 解析 这个问题考验的是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对市场的理解 A、选项可能意味着你喜欢刺激和快速的回报 而D选项则表明你相信投资自己是最终的成功之道 通过这些幽默的题目和解析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的心理测试其实是对投资者性格、情绪管理、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理念的一次全面检验 而在股市这个充满变数的舞台上 最成功的投资者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冷静、理性分析 并有着坚定投资理念的人 记住股市是一场马拉松 而非百里冲刺 长期的稳定心态和策略往往比短期的激情更为重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熊市的冬眠日记 亲爱的投资者们 聚集在这篇熊市的冬眠日记旁的篝火边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金融生态中最为神秘 最为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熊市 第一篇章 冬年的开始 日期 不知道哪年哪月 因为账户里的数字已经让我失去了时间改 亲爱的日记 今天我醒来 发现我的投资组合像被北极熊咬了一口 冰冷且疼痛 市场的温度计显示 我们已经进入了熊市 这意味着 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我应该开始模仿熊类的冬眠行为 缩减交易 减少看盘 增加睡眠 第二篇章 冬眠中的梦境 日期 冬眠的DN天 外面的世界依旧是寒冷的 但我的被窝很暖和 在这漫长的冬眠中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投资者 手握无数的财富 买卖股票 如同呼吸一般自然 然而 当我醒来时 现实如同一盆冷水 交请了我这个在熊市中幻想牛市的傻瓜 第三篇章 冬眠中的自我修养 日期 我已经忘记了冬眠的日子 因为我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熊市 就像是自然界的严冬 虽然残酷 但也是生命力的一次考验 在这个时期 我没有闲着 而是开始了自我修养 我阅读了无数的投资书籍 学习了历史上的大熊市 甚至开始尝试冥想 希望能在市场复苏时 以更加清晰的头脑 和更加坚定的心态回归战场 第四篇章 冬眠结束的预感 日期 春天的气息似乎在空气中流动 我的直觉告诉我 冬眠即将结束 市场的冰雪 开始融化 那些在冬眠期间 不断积累知识 和耐心的投资者 开始感受到了春天的脚步 虽然熊市的寒冷 还未完全消散 但是 我们知道 每一次经济的冬天之后 总会迎来春天的到来 最后篇章 熊市的告别 日期 春天真的来了 我可以摘下我的冬眠睡帽了 当熊市终于宣告结束 我们这些经历了冬眠的投资者 如同刚刚苏醒的熊泪 重新踏入了充满活力的森林 市场 我们的投资组合 开始慢慢回暖 账户的数字 再次跳动起来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激动 但是 别忘了 熊市教会了我们的一刻 耐心和知识 是投资者最好的武器 亲爱的读者们 这就是熊市的冬年日记 希望你们在阅读的同时 也能从中找到一丝温暖和智慧 记住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我们的心态和准备 才是最终的胜者 现在 请把这本日记放回书架 因为春天已经到来 是时候去享受阳光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牛市的集体狂欢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我们得明白什么是牛市 在金融领域 牛市指的是 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时期 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 用它的脚向上顶 市场的价格 似乎也是在不断地向上顶 现在 想象一下 整个市场 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穿着华丽的服装 跳着优雅的华尔兹 在牛市的集体狂欢中 这场舞会变得尤为热闹 投资者们 就像是被邀请的贵宾 他们在股票和资产的音乐节奏中 旋转跳跃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信心和财富增长的喜悦 但是 就像任何好的派对一样 牛市的集体狂欢 也有它的罪恨和乐观主义者 这些人可能会在狂欢中 忘记了基本的投资原则 比如价值评估和风险管理 他们可能会被市场的热情所感染 开始盲目地追随群体 投资于那些 他们几乎不了解的股票或资产 有趣的是 牛市的集体狂欢 有时候会导致所谓的泡沫 这就像是派对上的气球 随着狂欢的进行 气球被吹得越来越大 直到它达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 砰 泡沫破裂 派对结束 留下的是一地的狼藉 和头疼的清理工作 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17世纪的荷兰玉金箱狂热 当时的投资者 为了一只玉金箱囚金 支付了天价 有的甚至价值 一个小房子 当然 这场狂欢最终以价格崩溃 和许多人财产丧失而告终 在现代 我们也见证了类似的集体狂欢 比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和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 在这些时期 投资者们似顾忘记了派对 不会永远持续的简单道理 直到最后一首曲子结束 灯光亮起 现实的残酷 让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 所以 亲爱的投资者们 下次当你发现自己 身处牛市的集体狂欢之中时 记得要时刻保持清醒 不要被周围的狂热所迷惑 在享受舞会的同时 也要留意那个 可能随时想起的最后一首曲子 毕竟 理性的投资者知道 最好的派对是那些 你在高潮时离开的派对 总结一下 股市的心理测试 其实是对投资者性格 情绪管理 风险承受能力 和投资理念的一次全面检验 耐心 理性 风险管理 和长期投资策略 是成功投资者的关键特质 而在牛市的集体狂欢中 投资者要时刻保持清醒 不要被狂热所迷惑 牢记派对不会永远持续 我希望通过这些内容 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股市投资的心理层面 并在投资决策中更加明智 现在 我邀请你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